台灣高雄最新設立了一間牛肉觀光工廠 有得吃又有得玩 工廠樓高三層 每逢假日這裡都會開辦牛肉料理教室 今天我們就參加了其中一個課程 牛肉等級大比拼 先坐下學一下理論 認識牛扒的部位和分級制度 然後就開始實戰 我們現在就煎牛扒 左邊是prime 右邊是choice 等等煎好就可以試下不同等級的肉有什麼分別 那怎樣才知道牛扒是多成熟 首先我們打開手掌 按這裡就是一成熟 OK手勢就是三成熟 爛番子就是五成熟 這樣就是七成熟 最後全熟 然後我們就煎日本和牛 看看它和美國National beef有什麼分別 那我開始試吃了 老師說吃之前要清清口 然後嘴上五下 這樣就可以好好感受到牛味 那個和牛很juicy 和油花分配都很平均 很香 然後就試吃美國的National beef 這邊是prime 嗯 肉汁很嫩 和很香甜 那我就吃了這一邊的choice 都真的很香和很好吃 不過兩個拍在一起 我就覺得prime好吃很多 那就是要試過一起試過才知道 一樓是賣凍肉的地方 專業的試肉師 為客人悉心講解 不同部位肉類的質感和味道特色 在這裡選完牛肉 還可以在這裡馬上做來吃 可以選燒烤和shabu-shabu 我們一於試下shabu-shabu 同樣有專人介紹 火鍋的湯頭比較清甜 更加突顯出牛肉本身的味道 配二日式和風醬 青蔥、金吉 和自家調配的風味鹽 各有特色 冷得動的都是去隔離餐廳坐下 等人煮給我們吃好些 餐廳樓底夠高 環境好舒服 十六盎司美國頂級肉眼扒 由花分布均勻 鮮嫩多汁 是好受歡迎的部位 同樣是Prime等級的牛腊扒 配賣薯條和洋蔥圈 足夠兩個人分享 工廠特製的蒸養啤酒 帶有蜂蜜的香味和蜜牙的甜味 口感清爽又易入口 還有用燕茶鮮奶做的雪糕 加上其三香椒和香椒脆片 香甜細滑 工廠每日開辦免費的道賞團 介紹肉牛畜木、肉成和運送的過程 還有展出一些工廠的歷史文物